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前段时间有博主统计了暑期档三部剧 男女主在剧播出前后的流量加成 其他两部剧的主演均明显能看到转赞评论的差距 可到了诚意这里,上线后是100万 而上线前,居然也是百万加 科班出身,低调拍戏,几乎没有炒作过荧幕情侣的他 不住在热搜上,但市场商业价值是让人惊喜的 近期接连官宣好几个代言 从粉丝的购买力还能看出,其粉丝年度颇高 作为公司目前,为实力捧的小生 诚意虽是有些大气晚成的感觉 在接近30的年纪,才凭借宇斯凤大火 但好在这两年影视资源跟上了 宇军哥拿到了芒果上心的机会 陈香如谢更是达成了平台最快破万的成绩 代播剧才杀青,就达到了代播榜单前列 有热度如此,只要是有他参演的剧 想必都此时都想要拉点流量 他数年前的拍的《爱在风起云涌时》便是如此 在被唱衰希望不要播出之后 立刻送上高清剧照 夸赞成义无虑镜的妈生脸蛋帅气 实实在在地为剧目增添了关注度 数年前拍的剧是这般 反倒是成一两年前杀青的身前很是安静 开机都快三年了,还没有定当的消息传来 作为成一代播剧里 唯一一部叠战剧 它不能播出,跟其中演员有关 吉娅两年仍未上线 一众实力派主演 迎登演员徐凯宁获成原因 要是论演员实力的话 这部剧的阵容是强势的 男主是成一 其如今的流量字不必多说 而女主影儿同样能力不凡 前不久才在主旋律剧《露山之歌》里发挥出色 演了一个在孕期病情加重的绝望母亲 越是裸妆出演 越是状态差 恰恰她的演技就越稳 当年出演《千山暮雪之时》 因为没有严格的身材管理 导致发肤严重 成为了一个小胖子 隐儿自己回忆起来 都觉得有些惋惜 表示自己要是再选择一次 受了屈眼 肯定效果就会好很多 但事实上 虽然她当时的确胖得有些离谱 不像是一个精致的女明星 但就是那种微胖带来的自然娇憨感觉 反倒让同学小白兔的气质更重了 既有路人员 又有对自己的狠 隐儿出道数年仍是上升期 不是没有理由 男女主政当红 男配请到的是能在军师联盟里穿女装 江桑母之后疯癫属性曹瑞演绎到位的刘欢 女配则是大家熟悉的 琉璃小狐狸西梦瑶 全是实力派 原本这卡司是不错的 但由于是公司大礼包 所以身为旗下艺人 徐凯宁也参与了剧目的拍摄 在陈湘如谢开播后 不久就被爆出私生活混乱的她 如今有三月没有更新动态 让小三标签牢牢贴住 在如今这个审查严格的大环境下 列继艺人的剧军不许上线 徐凯宁虽不至于被封杀 但身前积压如此之久 却还没上线 是否有她的原因还真不好说 只是相比于她 题材问题才是重点 选题敏感 审核严苛 立定上心 排期谨慎 剧目作为县礼题材的剧 年代设在抗日战争时期 讲的是爱国青年在战局之下 成功挖出特攻 扭转战场局势的高燃历史 只要是涉及到有年代感的剧目 再审核这方面是严格的 就算是许可证拿下来了 也有可能在平台播就播不出 人生若如初见便是一个例子 所以此类剧目 本就是慢慢来 再者 她出现了在芒果的排播计划上 还预定一线卫视上星 卫视的上星时间一旦错过 就有可能要等个半年 当初余生为光芒让路 延期上线 应是从21年等到22年 所以 生前可能会来得有点晚 但那是因为要准备周全 那么 你们期待这部剧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